我们将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但是对企业来讲是有一两年的利益 利益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因为他这个一两年之后 很可能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市场里面的生产者取代了我们 或者是日韩也加进来 因为他们的技术比较好 他们的品质比较好 事实上在很多机械业中下旧的行业里面 我也看到说我们对日韩的竞争力 不在意成本而在技术还有品牌的问题 所以这种关税的利益 其实不是完全可以让我们去取得那个市场 因为日韩的技术跟品牌其实常常是超过我们